五名持刀匪徒今天凌晨三点十五分左右 闯入嘉颖移动双层洋房抢劫时 因为触动了警铃 警方随即赶往匪徒逃走的路线埋伏 警方在清晨六点十五分左右 在嘉颖外环大道通往双西龙收费站一带的河地 发现五人的踪影 由于匪徒不肯束手就擒 还试图以刀攻击在场的警员 警方开枪歼灭其中四人 另一人负伤逃离 警方正在进行地毯式搜索 追查再逃嫌犯的下落 并相信这批匪徒涉及至少是九宗破门刑切案 以及五宗意图破门刑切案